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去过的地方逛逛 而且我都有一些兴趣和树好 例如每日做一下运动听一下音乐 上下YouTube 头一年生活都尚算充实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每日都要想下第二天做些什么 开始觉得有点闷 到了去年2019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 上下YouTube 发觉YouTube提供了大量不同的资讯 开始对YouTube发生了兴趣 于是萌生了拍YouTube的念头 但我是电脑方面属于BB班 我想我的目的只是消磨时间 可以慢慢学 于是首先 在书店买了两本 一本叫YouTuber 新手到网红 另一本 我也要当YouTuber的书 看了几次 但是还是不懂怎么做 于是又在YouTube那里 看了几十条 教做YouTube的频道 照着个指示 开了一条频道 但因为将频道的名字 前后的次序倒转 不知不觉 出现了两条频道 搞了几个星期 都没办法 将它二合为一 在那个时候 我又在YouTube频道那里 看到一条影片 说如果频道有一条Banner 人家会觉得你 比较专业一些 于是我又在YouTube找 教整Banner的影片 看了十几条 关于教整Banner的影片 其中有一条 比较适合我 于是跟着做 当中都有很多困难的 大约经过两三个礼拜 居然被我成功做到 而且 片中所用的软件 还启发了我用来做其他东西 例如如何用PowerPoint 我都用了几个礼拜 都只是 懂得 用来做最简单的东西 这些基本东西 已经花了我八九个月的时间 当中 很多次遇到困难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而我又没有办法解决 我就会暂时放下几天 等心情和精神症好 再次 有时经过几次的尝试 又会被我遇到怎么做 我亦都曾经留言 给三个YouTuber请教 可惜没有一个回复 我不会怪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义没有教我 正当我苦无办法的时候 又进展缓慢 突然间 我在YouTube看到YouTubeGo的网络课程 我看过课程的内容 就发了一条电邮 给负责人Rios 问他 可不可以问课程以外的问题呢? Rios说 如果关于YouTube的问题 是可以的 于是我二话不说 就报名参加了 参加了这个课程之后 我才知道 做YouTuber 原来是可以有七种收入 YouTube还有很大的前景 和其他我不知道的资讯 我觉得网上学习比实体上课 有它优胜的地方 比如你可以调教导师说话的速度 重复听内容 又可以用电邮发问问题 而且这个课程所收的学费合理 导师Rios 在课程的内容 我可以听得出 他对网上课程的热成 虽然只听了三个星期的课程 我已经知道很多我之前不知道的东西 还有 在这三个星期内 我又发出了很多条电邮 问关于YouTube频道上的问题 Rios每次都不厌其烦 很快地回复 我实在感激他 对我这些初歌的耐性 记得 Rios在课程中曾经说过 很多初学做YouTuber的都很难熬 因为只有首三个月 我希望我可以熬过这三个月 因为在未遇到Rios之前 我已经用了超过九个月的时间 去筹备和学做YouTube 更何况现在有Rios做我的后盾 去冲过这个难关 我希望蟑螂可以成为YouTube界的一份子 希望这条片可以对一些想做YouTuber的你有所啟發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希望你免费订阅和按进去小铃铛那里 下一次有新片出的时候 YouTube就会通知你了 拜拜 Hi 你好 我是Steven 我今天想跟你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参加YouTuber Go的网络课程呢 我是一个退休人士 退休初期 每周都去一些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走走走走 而且我都有一些兴趣和树后 例如每日做一下運動,聽一下音樂,上下YouTube 頭一年,生活都尚算充實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每日都要想一下 第二天做些什麼呢?開始覺得有點悶 到了去年2019,因為疫情的關係,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裡 上下YouTube,發覺YouTube提供了大量不同的資訊 開始對YouTube發生了興趣 於是,萌生了拍YouTube的念頭 但我是電腦方面屬於BB班 我想,我的目的只是消磨時間而已 可以慢慢學 於是,首先,在書店買了兩本 一本叫YouTuber,新手到網紅 另一本,我也要當YouTuber的書 看了幾次,但是還是不懂怎麼做 於是又在YouTube那裡看了幾十條 較做YouTube的頻道 照著指示,開了一條頻道 但因為將頻道的名字,前後的次序倒轉 不知不覺,出現了兩條頻道 搞了幾個星期,都沒辦法把它二合為一 在那個時候,我又在YouTube頻道看到一條影片 說,如果頻道有一條Banner 人家會覺得你比較專業一些 於是,我又在YouTube找 搞整Banner的影片 看了十幾條關於搞整Banner的影片 其中有一條比較適合我 於是,跟著做 當中都有很多困難的 大約經過兩三個星期 居然讓我成功做到 而且,片中所用的軟件 還啟發了我用來做其他事情 例如怎樣用PowerPoint 我都用了幾個星期的 都只是懂得用來做最簡單的事情 這些基本事情已經花了我八、九個月的時間 當中,很多次遇到困難 在遇到困難的時候,而我又沒辦法解決 我就會暫時放下幾天 等心情、精神好回來再試 有時經過幾次這樣的嘗試 又會被我遇到怎樣做 我亦都曾經留言 被三個YouTuber請教 可惜沒有一個回覆 我不會怪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義務教我 正當我苦無犯法的時候 又進展緩慢 突然間 我在YouTube看到YouTuber Go的網絡課程 我看過課程的內容 就發了一條電郵 給負責人Rios 問他可不可以問課程以外的問題呢? Rios說 如果關於YouTube的問題是可以的 於是我二話不說 就報名參加了 參加了這個課程之後 我才知道 做YouTuber 原來是可以有七種收入 YouTube還有很大的前景 和其他我不知道的資訊 我覺得網上學習比實體上課 有它優勝的地方 例如你可以調教導師說話的速度 重複聽內容 又可以用電郵發問問題 而且這個課程所收的學費合理 例如導師Rios 在課程內容 我可以聽得出 他對網上課程的熱誠 雖然只聽了三個星期的課程 我已經知道很多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 還有 在這三個星期內 我又發出了很多條電郵 問關於YouTube頻道上的問題 Rios每次都不厭其煩 很快地回覆 我實在很感激他 對我這些初歌的耐性 記得Rios在課程中曾經說過 很多初學做YouTuber的都很難捱 只有頭三個月 我希望我可以捱過這三個月 因為在未遇到Rios之前 已經用了超過九個月的時間 去籌備和學做YouTube 更何況現在有Rios做我的後盾 去衝過這個難關 我希望將來可以成為YouTube界的一份子 希望這條片可以對一些想做YouTuber的你有所啟發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希望你免費訂閱和按進去小鈴鐺 下一次有新片出的時候 YouTube就會通知你了 拜拜